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股市印钞机 那今天这行情呢 又再创历史新高 可是呢 这个造型个股问题又来了 对不对 很多的造型个股又稍微 杀了下来 但是今天的一个 造型个股 跟这一天来做比较的话 其实它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行情我讲了 2万很多人是不适应 但慢慢来讲的话 2万点它会呈现一个常态 因为它接下来就是要往2万2去做一个推进 所以这个盘我个人认为后面它还会再上 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整个总经面来看的话 昨天所公布的美国2月份的CPI 明明是年增了3.2 预期是3.1 增加了0.1% 可是呢 美国的科技股 NASDAQ 昨天反而大涨246点 涨了1.54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你要去思考这个逻辑 因为呢 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现阶段来讲的话 AI 它正在改变金融市场 昨天所增加的CPI的趴数来看的话 它其实并没有说暴增很多 它稍微高了一点点0.1 市场是可以接受的 那市场也认为今年已经是到了 这个货币紧缩的一个最末年了 你不论是6月要降 还是说年底要降 其实市场都已经充分去反映 你接下来就是要降的这种心态 所以就变成说只要提产面 跟整个产业面 它的消息还是不断出来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个股 它还是有机会继续走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昨天 明明CPI是增加的 可是呢 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走势 反而还是比较强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甲骨文公布了营收 甲骨文的营收非常的亮眼 所以它股价飙涨了13% 那整个甲骨文的重点 财报重点来看的话 就说 它整个云端服务跟授权资源部门 上季的营收是年增12% 对不对 这是好的现象 然后呢 执行长他讲出一个重点 他说 公司正在潮于2026年会计年度 这让他的营收目标 可以达到650亿 而这个数字 他认为是 有可能是太保守 懂我意思吗 就代表现在AI试矿 很难你用这种数字去估 他搞不好还会更夸张 对不对 再加上甲骨文的云端营收来看的话 它是年增的25% 那代表说 云端部门是真的 有在做成长 那云端跟什么有关系 绝对就是跟AI伺服器有关 所以当这个财报出来之后呢 市场发现需求还在 这是我讲的现阶段呢 整个AI都还在企业的云端基建这个部分 所以AI伺服器让很多股票涨上来 对不对 后面我跟你讲还有消费段 消费段预计4月开始 AI PIN 到了6月 AI PC AI NB 再往后推的话呢 还有更多的新装置会出来 年底也有很多AI手机 所以这个来看的话呢 后面的需求会更大 爆发力道会更强 那我讲的嘛 如果这个推到这个过程里面 它是属于失败阶段 就是说 整个消费者并不买单 并不买单 那怎么办 就是AI泡沫嘛 很多AI概念股会崩 崩下来 但目前看起来呢 还没有这个迹象嘛 对不对 你做到还没做 你不能说 还做到还没做 就笃定它一定会失败 也不见得 所以这个盘我个人认为 还会往更高点去推 2万2我看法没有改变 为什么 因为重点在台积链 台积链我讲 台积链下不来的情况之下 卖掉的资金 都会把它买回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下这个盘面的重点 我们直接看第三点 你会发现到 融资上个礼拜五是 卖了48亿 可是周一周二 它买回多少 买回98亿 你还记得上个礼拜五那天吗 兵荒马乱 很多的强势股 折叠机也好 散热也好 设备也好 全部杀到跌停板 卖多少 卖48亿 但是你会发现这两天 一买又买回了98亿 今天来到2万之后 可能有一些资金又把它卖掉 对不对 但是我讲了 你现在你卖掉的 你后面会花更多的资金 要把它买回来 这就是2万以上的一个常态的现象 所以卖掉的又买回来 就代表这个盘 这个地方成本已经开始慢慢电高了 所以后面的波动性来讲 它就会变得比较小 所以有人问我说 今天创新高之后 很多壮型个股又开始出现震荡 怎么解读 我只能跟各位讲 这是正常的现象 第一次卖很多 第二次有卖 但是就卖的不多了 对不对 你会发现到今天的散热 散热虽然说 没有再出现像昨天那种大行情 但是你会发现到 今天的散热 它其实并没有呈现一个重挫 它反而在找盘区创的高 创高你说这些人要先卖一趟合不合理 因为你阻挡不了这些人获利下车 你就让他先走一趟 对不对 慢慢的接的人成本垫高了 那后面股价 他可能就会继续往上推 所以3017的骑鸿 你会发现到 它也是这样的架构 不是跌停 稍微有跌一点 对不对 然后你再看折叠基 折叠基 富士达还好好的 对不对 照例也都还好好的 所以今天的氛围 你跟上个礼拜五做比较 那个不能相比 上个礼拜五是很多 中央云个股 砰就跌停了 但今天你会发现到 强势的热门股里面来看的话 它会有相对的抵抗力道 懂我意思吗 因为就上个礼拜 已经有人先调节一趟了嘛 然后今天电力概念股呢 整个1519的华城 关完后出来 你可以发现到 这个我只能跟各位 曾经跟我并肩作战 我只跟你说声拍谁 卖澡了好不好 300次出澡了 那后面我们都没有琢磨了 我也诚实跟各位讲 但是呢 今天577 法人的目标价把它调到850 那我讲了嘛 整个电力要涨的话 它会涨 其他的电力概念股会不会涨 你看像今天的市电 对不对 市电也涨0百 然后呢 中芯电 这也一度攻到184块 所以这整个电力 这个区块我讲了 它是今天这整个盘面上 非常另类的一个族群 跟上个礼拜五的气氛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这个盘 我可以很合理的推估 接下来慢慢大家适应之后呢 它会继续的往2万2万2万去做攻击 那现阶段在杀什么 它在杀一些做梦的股票 你让这些股票先稍微杀一下 它反而会有利于后面真正基本面 产业面有料的个股去做一个上攻 那今天杀哪些做梦的股票 IP里面的神盾 神盾集团 今天很多股票都跌回来 我没有说它不好 但是如果一家公司去年亏了快一个股本 今年第一季 大家认为说今年要出现大转机 可是第一季还是亏钱的话 那这一种股票后面在涨什么 我坦白讲我真的看不懂 对不对 那很多的神盾集团股票因为它而涨 那自然而然也会因为它而跌 那你说它切到IP之后 获利会不会大爆发 或许有一天会 但是为什么这边股价已经先反应了 我想答案已经很明白了 还杀了什么集团股票 上药集团的股票 对不对 1316的上药 你看今天又跌下来了 所以这栏股票 你看着我节目的投资朋友 你会觉得很神奇 神奇的地方在哪里 这栏股票我在进场之前 我都已经想好退路了 对不对 我在进场之前 这个地方进场之前我跟你讲了 就是算五根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第五根 碰到涨停 然后开始连续拉回来 那我在整个赖的后台里面 看到很多投资者在问 这个老师我后面才看到你的节目的 我没有看到你前面竟然那么神 他现在套住了怎么办 我想很多人在问 我想你有任何的问题 我在这个里面 我能帮的 我会尽量帮助各位 所以你还没扫描加入的投资朋友 欢迎各位直接扫描 小老鼠DIP588 有任何上药的问题 你交给我 好不好 怎么交给我 我讲了这张股票我们已经这边五根赚饱饱了 现在撤退了 如果你还在里面的话怎么办 那可能就只有一条路 要么就等反弹 你稍微走一下 那谈在哪个地方可以走 那要么是怎么样 要么就是资金撤出来 我带你换到其他的标股 利用其他股票的涨停 帮你把这边套住的亏损给他怎么样 给他补回来嘛 我想这张股票你看我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不会有套牢的问题 因为我们切入的时候 我开宗民意就跟你讲就是五根涨停 这边第五根嘛 对不对 你会觉得很神奇 我跟你讲 锁定我的节目 我后面会有更神奇的事情让你印证 好不好 商药集团 在杀这些 做梦题材的股票 有的时候就跟他做梦一下 吃吃豆腐 赚饱了该退就是要退 对不对 那有一些好的股票他可能被错杀 那错杀下来呢 他就是我们大家的机会 比如说像今天 我举谈股票为例子 这叫2383的台光店 台光店为什么跌停板 因为有报告是说 这个B100的晶片 它的一个 里面的CCL的一个基板 是给谁 给韩国的厂商拿去 韩国那家厂商拿去之后 这个消息一出来 它股价就连续的拉回来 但我个人研判没有那么夸张 所以跌下来过程里面 我们会找机会 我先跟大家做预告 这种股票 基本面上来讲的话 你说B100 B100他本来就没有 他现在手上的订单 他或许就会让他这几年 就撑上很多了 所以再怎么差 应该也不会太差了 所以这种股票 反而在急杀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去找机会 可以去找机会 所以这个盘呢 我个人认为 好的股票在下杀过程里面 大家要勇敢 股票实际上 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讲的 股票的交易是把一些没有耐心人的财富转移到有耐心人的手上 这句话我觉得讲的非常有道理 因为当你没有耐心的时候 你会很容易去做一些错误的一个判断 那就容易造成亏损 有耐心的人 你守株待兔 一堂一档好的股票 你等待他发酵上来的话呢 我想那个后面的获利会非常非常可观 对不对 就像我们跟各位讲的 2417的原钢一样 你等到他真的发酵的时候 这是50%的获利 或许你前面你 跌了10%不耐症 跌了15%你不耐症 砍掉了 但是你这样一来一回呢 可能差距就是60% 65%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非常适合今天这种 盘面比较震荡 造型给我比较震荡的时候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然后再来呢 这个接下来这个行情怎么看呢 我跟各位讲 台积电下不来的情况之下 指数他还是会继续推升 因为台积电目前看起来就是逢缺口不补 这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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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都没有补 就上去了 所以代表他形态超级强 所以台积电往1000走 我看法还是没有改变 台积电如果往1000走的话 那指数要攻2万2 我跟你讲指日可待 早晚的问题而已 所以这个盘 我觉得不用太过于紧张 整个台积电 发挥稳盘的情况之下 要跌多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目前台积电 整个全球晶圆代工的市场率 从去年的第三季 7奈米的59% 已经增加到了67% 整体上的代工已经来到的话 61.2 那接下来随着3奈米投产的情况之下 这个市占率来讲的话 他应该会越拉越高 那相关的台积电供应链呢 他一定都会有机会 那你说台积电为什么那么强 我讲的就是什么 现阶段来讲的话 整个AI伺服器 AI晶片的部分在持续拉货 后面还有消费断 那整个AI伺服器 如果未来组装顺利的话呢 我看法还是一样 我跟各位讲广搭 迟早后面营收会开始爆炸出来 所以当天的上影线 我讲的先人指路 你后面你慢慢看 昨天创高之后 今天当然很多的 这个整个AI概念股 它表现不是很理想 但是今天的广搭 今天的广搭 你来看看 它还是维持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营收是不是慢慢越电越高 营收会慢慢越电越高 股价也会跟着慢慢越电越高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再来你看设备 设备 当然今天很多的设备概念股 拉回来 为什么 因为3131的红硕 红硕今天是跌比较多一点 但是红硕整体上来看 你说这个地方的整个趋势改变了 我觉得还没有 稍微休息一下 整个设备来看的话 我告诉各位 很多人认为说到3月份就结束了 我跟你讲6月还有一波 因为台积电到整个第四季 它的预期的COAS的产能才有办法翻倍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为什么没有办法在去年 在缺COAS的封装情况之下 马上就把这产能补上来 因为机台的制造 它需要3到6个月 所以现阶段3月可能会一批 但后面还有需求 所以整个设备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到就是说 现阶段股价好像涨了一大段 但是很多营收还没冲出来 你等到这些营收冲出来的时候 对于它股价来讲的话 它一定会有一些正面的帮助 所以还会再上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稍微让它震荡一下 但是有一些个股 我觉得拉回过程里面 它不见得那么差 我跟各位讲的自胜 自胜今天也是拉回来 但回测月线 我们买在72.5的 我跟各位讲都安心 这加仓目前还很大 你稍微让它甩一下 搞不好后面再甩上去 再甩上去又不得了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君豪也是一样 君豪今天打到快跌停 有没有 但是外资还在买 那如果是买在34.5的 那都安心嘛 这边加码的我讲的也安心 现在都还在这个地方而已 后面这边洗一洗 都还有机会再往上走 因为你等到它真的设备交出这些营收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它不得了 懂我意思吗 现阶段来讲的话 后面还有B100 甚至还有B200的晶片 那这个地方很多的概念股 我讲的它是走一个长多的一个行情 股票市场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最大的风险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对不对 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的时候 那个风险最大 很多人说神盾 未来会很好很好 但是这一段我想你已经阵亡了 对不对 1316的藏药 有些人跟你说会到50或怎么样 但是我讲的就是抓5根掌听板 你这边你没有出的 这边你搞不好就阵亡了 所以股市最大的风险是 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当你知道你是在干什么的时候 我跟你讲 行情的震荡波动 你都不要去理它 因为你投资的是一家企业 而不是股票的价格 懂我意思吗 你投资这家企业你看准的时候 它的长线会给你很大的一个报酬 而这长线过程里面当然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抱着 过一段时间再来看 但是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你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所以就必须要在这个过程里面 做好一些价格的设计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跟各位讲三月钻石股 一拳 有没有 这边我们买进去之后 拉起来这边我先出一趟 那这样股票我讲了 在这个拉回过程里面 它并没有是往下 它反而是一样守在这个区间 就代表有人刻意把它价格押在这个区间 所以你要注意 如果这一波的上来 把这边的卖压销完毕 它这边再往上走 突破56的话 代表它突破了这个箱形整理 那后面会有一大段 那这个时候 你该追就是要追了 懂我意思吗 很多股票 你要知道它的逻辑 为什么现在散热会那么强 因为未来B100 B200 它绝对要是一等散热的一个 相关的这个材料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个股 为什么这边我敢带你买 这边敢带你买 今天它虽然打下来 我觉得很合理 你先让一些 比较没有耐性的人 你先让他下车 尾盘他敢这样子拉 就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还没有急速 这两股票我们也不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买的够低 加码加码位置也漂亮 对不对 买234买260 好今天伟白还收到多少 300还是300以上 有没有 还是收300以上 所以你不论买这里买这里 我跟你讲 你今天都还在获利当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就不用过度的紧张 散热它会是一个 接下来很大的一个 产业趋势 因为后面的毛利率会非常非常的高 你现在有做的 未来都是获利的保障 所以现在很多公司 要开始做切入嘛 对不对 在我礼拜一 去友台节目里面 我就推了两档股票 一档叫做高利 我看法没有改变 另外一档是6275的圆山 有没有 圆山短短的两天 昨天公到掌停板 有没有 然后今天呢 再公掌停 今天公掌停之后 有一些短冲客 会先下车 很合理 但是我只能跟你讲 一冷散热 这个题材 双红齐红还没走完 所以这些 还没有完全反映完的公司 你后面该跟上的 你要跟上 懂我意思吗 这一些股票 我觉得你就是抓到一个产业趋势 当你抓到之后呢 后面行情怎么震荡 其实你都不用过度的一个理会 因为指数还是会往上继续走 2万2我跟你讲 是基本的一个门槛 现在都不算什么 真的都不算什么 你们不用去想太多 懂我意思 还有很多股票会涨 穆德你信不信后面会狂飙喷出 为什么 日月光已经拿到 苹果先进封装的大单 苹果接下来也要做什么 M4的晶片 有没有 这一些的封装要靠谁 靠日月光 日月光现在为了充斥先进封装的产能 外界预估今年的资本支出 会增加四到五成大概是22.5亿美元 大概多少700亿台币 而且其中有六成就是420亿台币 会用在先进封装领域 谁最受惠 我跟你讲 他跟穆德合作 合作到最后 干脆直接入股了 为什么要入股 所以你要去想这个问题 懂我意思吗 那这些先进封装在涨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在涨的情况下 AI在涨的情况之下 要不要电力 所以中芯店上个礼拜五 在市场很混乱的时候 我直接带着我的家族成员 我们下去 买进去 161你看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价格 我买进的时候 我刚好把它印下来 因为当天大跌 我讲我大跌我就是敢大买 今天 债工高来到184 你看 就四个交易日就好了 10张161到今天184 你最多可以赚多少 23万 20张你可以赚46万 所以跟着我操作的费用 你觉得会很贵 但是我讲了 只要一档股票对了 很轻松就可以把它讨回来 剩下都你的 所以今天庆祝呢 这个我讲的1513的中芯店 有没有 强攻大涨 这已经再创不断新高了 所以今天很简单 一样 中小型个股大跌要敢大买 大跌要敢大买 10张可以轻松赚23万 我接下来会再复制一档给你看 短期间之内 我利用他今天再拉回过程里面 我要带你进场做布局 明天是很好的上车机会 你跟着我一起来 今天你手机号码里面有 135其中一码的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直接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你直接扫描加入 在LINE里面留下你的电话 我们对讲一下 只要符合资格的中芯店第二 会有超级大的价差 这一档我设定为价差 我可以快速的在短期间之内 带你实现获利 这一档我邀请你一起上车 直接动作 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欢迎大家回来到节目现场 各位 上个礼拜五的感觉 跟今天感觉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但上个礼拜五我跟各位讲了 原钢第二大跌就是要大买 你看大跌大买的 我想你今天都有钱可以赚 当时161 然后呢 开始慢慢的发酵 到今天最高公到184 161到184 10张就好了 23万 20张是46万 短短四个交易日而已 感压都有钱可以赚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讲 很多的个股 又开始出现跟上个礼拜五一样的走势 但是这一次来讲的话 你要把握住机会 所以今天很简单 跟上周一样 好不好 手机号码里面有 135 就是1513中心店 我取这个数字来 其中一码的就好了 手机号码只要有其中一码 你直接打掉进来 或者是你在LINE里面做留言 所以第一个 你还没加LINE的 赶快扫描加入 在LINE里面留言 中心店第二 加你的手机号码 因为我们要对一下 有的各位投资朋友 这张股票 我带着各位一起来上车 中心店第二 它会有很大的价差 短期间之内 就会很快的发酵 中心店我跟各位讲 一张 一张两万三不算什么 十张二十三万 这个都不算什么 这一档的价差更大 你要跟着一起来 今天打到要进来的各位 打到要进来的 或者是LINE里面留言的 留下你手机号码的 只要有符合这样子的条件 中心店第二 我带着你一起上车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